好 最新的消息来关心就是一再被查出了炸油不合格 素食业者呢在昨天是紧急的向国外业者调货购买了试纸 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候素食店的业者也是首度的出面来说明 来看目前的最新情况我们要请记者吴婷一带告诉我们 婷一 这我从一个礼拜前就查出油品没有更换 串改使用油的记录还有陆续呢 有油品的检测不合格的素食业者呢 终于是在今天出面说明不止是说明这一个礼拜以来 他们的状况而且也公布了最新的油品检测的方式 让我们来听听看他们说法 觉得近日以来其实可能是因为餐厅的人为疏失 或者是我们在说明上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那在这边非常的抱歉造成大家的困扰 对于油脂的管控的是非常严谨的 不仅是监控油品的一个发烟 还有油品的颜色 还有我们的泡沫 还有我们产品的颜色外观 其实我们现在还增加了一个CM的测试 来让这个整个的一个油品的管控 多一项把关 可以看到在这一个礼拜 每一次检测每一次都不合格的业者呢 在低调不回应的状态之下呢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终于出面回应 交还给棚内 好这个礼拜以来 这个业绩是大幅的下滑 所以今天的业者赶快的掉了这个市值 希望能够做好危机处理